大家好,我是幽幽敏 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社区找到一位 朋友四十多年斑饼经验的一个阿嬷 顾名思义呢 今天就是要来斑饼啊 我想要体验看看 那另一方面是想要介绍给大家 知道说,诶 这个斑饼的习俗是什么 那在早期斑饼呢 是年轻女孩子要出嫁前的一个 特别的形式 那为了就是要让男孩子看到 非常漂亮的自己 我今天不知道出嫁啊 我今天就是单纯要体验 那刚才斑饼有说嘛 斑饼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让我们领部的一小含毛去除掉 在我们擦保护品的话 就可以吃得进去 它可以紧致 皮肤可以让我们毛细孔收缩 那最主要是可以把粉刺 可是我觉得应该非常痛吧 我们在斑饼前啊 我们会先铺一层粉 这个白粉 这是古早的粉饼 那这早期的粉饼呢 可以让我们毛细孔的含毛 可以非常的蓬松 那也可以更好的更顺畅的拔起来 这样 听说第一次会很痛啊 因为第一次可能我不知道那种感觉 可能会痛到流眼泪说不定 那 就带大家 你看看吗 Go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痛啊 哈哈 你别 别撅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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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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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哦 这边 我把他带去 啊 好痛 啊 很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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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流眼泪了啦 现在在做 最后的修饰 针头 修饰我们的眉毛 眼睛会张不开 最后要喷这个丝瓜水了 消眼 终于结束了 好痛哦 用完之后呢 要 要去洗个脸这样 阿嬷说三天过后啊 皮肤就会变超级超级滑 刚拔完之后 其实 摸起来就已经非常顺了 阿嬷说拔这个其实蛮疗愉的 皮肤真的感觉有变好 而且还 还变白 然后最主要的是 它 其实是可以把粉刺 真的 把那个鼻头 非常非常的干净 好 影片已经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喜欢 这是我们想要拍的 请在底下留言 那边也按个 订阅 开一下铃铛 记得哦 订阅我 好